潛到綠島的海底 美麗珊瑚礁豐富的生態 讓人驚喜 但其實海底到處都是垃圾 像是玻璃瓶 啤酒罐 甚至還有金子 尤其是像這樣的漁網 纏繞在珊瑚礁上面 就算想解開都很困難 像漁網如果把珊瑚 熬住的話 這個珊瑚很容易就死掉 珊瑚要死掉的話 它重新會複製 很難的 就怕傷害到脆弱的珊瑚礁 海底的垃圾潛水人員 一件一件仔細處理 再帶回岸上 像這一袋袋的黑色塑膠袋 裝的全都是從海底 打撈上來的垃圾 什麼東西都有 輪胎 水管 還有馬桶 馬桶哥 馬桶哥這邊 不要再亂丟垃圾了 撈上來的垃圾五花八門 7號早上 當地旅遊業者 一共50人 在綠島展開了近海活動 短短40分鐘就清出了 將近一台小卡車的垃圾量 數量驚人 這些馬桶或是漁網 其實都是我們綠島當地居民丟的 它可能懶得去 然後處理 然後就把它丟到海裡方便形式 那一般的遊客 比如說環島啊 或是之前的時候 丟一些瓶瓶罐罐的 海底受污染 遊客居民都有份 只是看看這些脆弱的珊瑚礁 可經不起人為的一再破壞 自然環境要受到保護 民眾的功德心 也得跟上才行 記者賴永成 廖玉智 台東報導 謝謝大家